蒙古大军两四公斤,完颜永济深感不安 于是他抽调陕西、辽东等周边地区的大量兵马挥防中都 野狐林战败后,金朝一直担心契丹人会投靠蒙古 便加强了对契丹人的控制 下令一户契丹人要用两户女真人家居防范 契丹人不堪忍受金朝的压迫和歧视 1211年,折别劫掠了辽阳后 蒙古人的胜利更加坚定了辽东契丹人起义的决心 1212年,耶律刘哥在农安尼属一带起义 契丹人纷纷响应,很快拥兵失与万 1213年3月,耶律刘哥称王,国号辽,史称东辽 完颜永济大怒,派遣完颜成与前去剿灭 加上辽阳普贤万农的大军,金兵总兵力60万 耶律刘哥自知不敌,于是向蒙古求援 铁木针派出1000金旗兵增援 随后耶律刘哥率领10万大军 在昌土将金朝60万大军击溃 耶律刘哥立即在昌土建都,兵力数十万,身世豪大 1213年6月,西夏趁机攻打保安州 杀掉保安刺史,之后攻占了沁阳 1213年7月,蒙古发动第三次攻击 蒙古大军一路南下,攻克了轩化捉戮 铁木针大军势如破竹,很快抵达延庆 首将完颜刚指挥十万金军阻击蒙古大军 延庆守军的军心不定,随后完颜刚大败撤退 树虎高旗率大军驻守军庸关北口 金军依据天险固守,在山谷的道路上铺满铁吉利 延绵百鱼岭,铁木针派遣折别 率领少量兵力,在军庸关北口牵制金军 自己亲率大军主力南下,经过飞狐后,抵达紫金关 完颜永济鸡芒派遣树虎高旗,率领十万大军前去阻击 树虎高旗在五回岭遭遇慕华林,慕华林一举击败树虎高旗 蒙古大军随后冲出太行山,攻克异县卓州 与此同时,折别率军从小路骑袭金军关南口 此时,金军关北口的七单首将俄鲁布尔主动投靠蒙古 折别于俄鲁布尔南北夹击金军关,金军关陷落 随后铁木针的主力在金军关和折别会时 两路猛军合力攻打中都,1213年8月猛军压城,胡沙虎不理防务 悠闲游猎,完颜永济严辞督,胡沙虎恼羞恼羞成怒 于8月25日凌晨发动政变,杀死完颜永济,改立完颜巡为敌 金军宗完颜巡任命胡沙虎为太师尚书令兼杜元帅封责王 1213年10月,屡战屡败的树虎高旗 非常担心手握大权的胡沙虎会自杀于死对 于是树虎高旗发动政变,杀死了胡沙虎 完颜巡赦免了树虎高旗,并封他为左副元帅 由于中都陈池坚固,又有重兵防守,难以攻克 于是铁木真撤为中都,铁木真兵分三路 右路军以三个儿子驻赤塔台、窝阔台为将 沿着太行山东路南下,攻破宝定定州镇定邢台 永年、慈县安阳、沁阳、孟州 抵达黄河北岸后,向北进入山西 抢掠了晋城、长治、左权、沁县、临坟、太原、戴县 等山西大部分地区 中陆军由铁木真、拖雷以及木华黎率领 攻略了霸州、熊县、仁秋、河坚、苍州、县县、安国、尹县、济县、 眷城、浦阳、华县、遥城、济宁、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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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汇宁、汇宁、违方、蓬莱、来州、林一、泰安、济南、青州等 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 左洛军由铁木真的弟弟何萨尔率领,沿渤海湾向辽东走廊发动进攻 攻略了寄县卢龙 等辽西走廊大片地区 三洛大军攻破九十余郡 河北山东、山西、辽西的广大地区生林涂炭 三洛大军劫掠之后汇聚中都沉下 金宣宗完颜巡献出完颜勇纪的女儿齐国公主 以及五百同男五百同女和大量金箔马匹向蒙古求和 于是铁木真撤军返回草原 蒙古第三次攻打金朝后 对河北山东的荆棘和民生造成严重摧残 军马无处饲养 中都缺粮严重 并且辽东动荡不稳 金宣宗位居蒙古人再次攻打中都 于1214年5月11日下令迁都开封 刘尚书左臣相兼都元帅完颜承辉驻守中都 1214年6月 卓州一带的七丹九军 趁金宣宗迁都之际集体起义返金 并北上图谋中都 完颜承辉派兵驻守卢古桥 七丹叛军永水渡河 从背后攻击卢古桥守军 金军大败 随后七丹反军攻打中都 并且向铁木真归响 请求铁木真出兵合力攻打中都 同时派使者联系辽东七丹政权的耶律刘哥 金宣宗命令蒲仙万楼攻打耶律刘哥 蒲仙万楼统领40万大军 在四面城和耶律刘哥的主力决战 蒲仙万楼再次大败 蒲仙万楼带着残兵退回辽阳 随后耶律刘哥攻打辽阳 辽阳陷落 蒲仙万楼出逃 蒲仙万楼如鱼战旅败 决定脱离金朝寻求自立 于是向北攻占了沈州 丹东等辽宁东南部的大片地区 自立为王建立大征政权 1214年7月 陈济思汗命令三母河拔都 石某明安 率大军穿过古北口 与七丹纠军会合围困中都 由密尼木华黎率军进攻辽西 攻占了赤峰复兴锦州 1214年12月 攻克张武 1215年正月 攻克宁城 至此中都失去了辽东的庇护 三母河拔都 采取围城打员和招降的策略 经幼父元帅扑萨奇投降 随后盟军切断曹运 使中都粮草断绝 1215年3月 中都万分危急 完颜成辉向开封求援 树虎高齐与中都主帅完颜成辉 党争严重 树虎高齐在开封所握重兵 以保卫开封为由 捕取支援 只派遣李英的清仓军数万人 以及永熙的3.9万人 运粮池元中都 李英抵达霸县时遭遇蒙古军 因军纪松弛 被蒙军全歼 同时 永熙抵达桌州时 被蒙军击退 池元中都的数路人马 全部失败 用于救援中都的军粮 军被蒙军解惑 1215年5月 中都孤立无援 最终被蒙古大军攻陷 主帅完颜成辉 服毒自杀 其余众将士全部投降 铁木珍下令 将中都府库的财物 全部运往蒙古草原 随后又下令 允许蒙古将士在尘中抢劫 中都陷入灭顶之灾 尘中大火烧了30多天 一座繁华的都城 瞬间变成一片废墟 后来的元大都 基本上是另洗炉罩建成 蒙古大军攻打金朝的这些年 攻城能力一直是短板 铁木珍采纳部将阿木海的建议 开始注重吸取中原的先进技术 走建了炮军 确立了攻城以炮石为先的策略 1216年 铁木珍得知 金朝在河南河关中 荣然囤有重兵 短时间内难以灭金 于是率领主力 返回墨北草原休养大军 蒙金之战告一段落 1216年10月 辽东和辽西的割居势力 军被蒙古征服 蒙古大军撤退后 耶律刘歌在鸭绿江南岸复国 蒲县万奴向东迁徙到 如今吉林与朝鲜交界的 长白山地区建立东夏 南派三叔在他的盗墓笔记中 曾经引用过这个东夏国的相关史料 描述东夏国地下 有九龙台诗官 尽管小说情节是三叔虚构 但是引用显微人知的东夏国 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神秘色彩 大增强了小说的神秘色彩 大增强了小说的神秘色彩